台南女大生因为遭卤杀 夜归女子安全再度被社会给关注 26岁蔡旭女子夜间徒步环岛到玉里 她因为独自一个人而且衣着单薄 玉里紧分局的远紧发现之后 主动上前关心 还递上一碗热乎乎的汤面 还帮这名女子找落脚处来过夜 让这个女孩很感动 亲笔回信道歉 强调这是她旅程当中的独家记忆 她还要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子 背着厚重的大包包独自走在马路上 因为独自一人并且衣着单薄 玉里紧分局远紧发现后 主动上前关心 得知环岛中的她已经体力透支 连忙带回派出所休息 还递上一碗热乎乎的汤面 三名女子与警方谈话过程中 厚肉与徒步30多公里 身体疲惫不堪 警方便邀请女子自派出所 接袭并提供热义 台南女大生因为遭炉杀 夜归女子安全再度被社会关注 26岁菜姓女子夜间徒步环岛到玉里 被玉里派出所远紧发现 而担忧她的安全 随后再帮人生地不熟的菜姓女子找到处所 让菜姓女子相当感动 并且还留下一封满事感谢的小纸条 事后三名女子离开 留下小纸条 感谢警方的帮忙 玉里警分局表示 民众避免深夜凌晨单独外出或是行进暗街 漏像以及荒凉街道 身上应该携带适宜防身器械 行走时更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随时注意周遭状况 保护自身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振采访报道 请查下转发 您订阅 请查下转发 您的词者 您订阅